最近距离心汉灿烂完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大灵不一和承哨商的爱情故事依旧在我们心中难以释怀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磕吴磊和张罗斯在现实中的CP 不得不说这一刻还真的就让粉丝们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随着网友们扒出两人在现实中的很多勤迷小举动 似乎两人的恋情也就这样被搬到了明面上 但这一段时间似乎两人之间的互动一下子就变少了 甚至一些活动两个人也在刻意避嫌没有见面 于是越来越多的CP粉就不满意了 不过小编在这里安慰一下大家 粉丝们先不要慌 因为近期他们又在悄悄的熊爱了 可能是吴磊和赵罗斯作为当事人 觉得他们的热度已经过去 偷偷熊爱不会再次引起大家的舆论关注 又或者是这段时间压抑心中的那份感情太过于难受 总之现在两个人的感情可是一点都不在隐瞒 相继偷偷的在微博上发文 隐晦的表达了无路正在热恋中这一层含义 那么事情具体究竟如何呢 接下来就听小编 细细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件事情还得从12月31日开始讲起 赵四在这天公开发文 2023年让我们继续热爱吧 赵五磊在1月1日之天同样在微博上发文 让我们在这生生不息的热爱中奔赴下一年 本来小编还以为这里的我们代指的是偶像和粉丝们 但现在小编误了 结合两个人的前后发文 这里的我们不就是吴磊和赵六孙 而且两个人的发文中同样包含了热爱这样的字眼 这总是两个人的工作室在谈吧 接着小编合理的分析 这可能是工作室得知两个人的同意 也会的发表了这样一条两个人正在热恋中的发文 目的嘛一来是小情侣间的亲密行为 二来小编是为了我们粉丝打一个预防针 万一哪天两个人真的官宣恋情了 大家也好有一个行李准备不是 随小编再大胆的猜测一下 是不是两个人都难以压抑心中的感情准备要官宣了呢 而且在12月26日累累生日之天 露丝和吴磊都曾发过一张首饰 甚至是姿态都一模一样的照片 照片中的露丝背景想象有一个蛋糕的土样 头顶则是一个小小的皇冠 拜托啊赵露丝那天可是吴磊的生日啊 你这装扮合适吗 哎什么雷雷是你老公啊那没事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雷雷发的这张图片 同样是一样的首饰动作 但背景和装饰方式就少了很多细节 要不是小编直到26日是雷雷的生日 还以为这是雷雷在为露丝请神呢 而且当时小编看到这两张照片 也是着实吓了一大跳 不过仔细一看发现是雷雷后发的这个首饰 小编的心才放松下来 因为要是这张图是露丝后发的话 大家信不信 露丝一定会被骂捆绑营销CP 而且会被骂得很惨 但现在事实上是雷雷后发的 那么一切都无失了 只要CP粉在暗暗自喜 而且其余人不会骂雷雷怎么样 如果有人说他俩首饰一样 也只会说这个 毕竟谁规定了这个二三首饰 只能是露丝的专属了 而且大家不妨往神出想一想 让露丝那么大大咧咧的女孩子 之前还因为手滑点赞 闹出了不小的舆论 而乌雷作为情商的代表人物 对一些事情的考虑一定是非常细致的 所以露丝先发的突变这个行为 背后会不会是乌雷提醒的呢 望大家细品 况且之前在露丝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都在质疑 乌雷为何没有送上祝福 网友们也纷纷指责 乌雷是不是不爱了 殊不知在露丝23岁生日的前一天 雷雷就发视频并配文表示 常说冷静三秒 开心搞怪20秒 一共23秒 大家就说为什么会这么巧 而且同样的是在露丝庆祝生日之前发的 与露丝这次的发图有着同样的词谓方式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 相信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判断方式 那么接下来不妨让我们再次回顾一次 他们当时剧中的甜蜜 相信现在回味也是别有一番词谓的 不过话说 大家当时在看他们两个甜蜜互动的时候 脑海里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 乌雷和赵露丝究竟在一起没有 无路可道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吗 说实话 小编决呢 乌雷和赵露丝的确挺般配的 至少从当时的角色来看 他们俩的爱情太甜了 尤其是看完新汉灿烂的大结局后 不少粉丝纷纷留言 请你们远地结婚 不得不说 编剧真的好会掌控人心 仅仅是看了上一部 就已经被彻底迷住了 又怎么能忍住不继续看下半部呢 而且偷偷告诉大家 小编的一个秘密 直到今天 小编都没有能从他们那段感情中摆脱出来 真的是一入坑成前骨痕 想要脱身也真的太难了 不过很多玩偶都有类似的想法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毕竟乌雷和赵露丝的配合 实在是太完美了 狼才女貌配一脸在七夕节当天 乌雷截然卡点 发布了一组写真 时间是敏感的13点14 内容是和赵露丝的情侣照片 让人无以为这是要官宣了 当时小编可是兴奋了 一整万都没有睡觉 后来听说 这只不过是为了宣传作品 小编一下子就尿了 不过那个时候 确实也是心寒灿烂 正在热播的时间 所以一时之间 很难想明白 这只是一场宣传 因为当时 除了剧里的前面互动外 他们的片场花絮 也十分让人上头 自算有了花絮这种东西 更认为 比起正片 花絮可能会更具看点 有人和伟英 喜欢看花絮 多过正片的梦 从官方放出的视频来看 乌磊和赵路斯 私下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仅仅是对台词 都有相当多的 直体接触 乌磊时不时 会拉拉对方的小手 绕哈会用手 来回搓赵路斯的胳膊掌 除此之外 摸头沙 逗笑对方 揉肩膀 撩头发 这些微小的动作 组合起来 真的是很难让人相信 他俩会是普通朋友 毫无疑问 这些举动又在 自己暧昧气氛 推到了高潮 可能恋爱过的 小伙伴都知道 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会不自觉的 要靠近他 这其中 肯定避免不了 直体接触 和无路可逃的组合 情况有点像 虽然大家都没有明说 但观众的眼睛 是血亮的 当导演Q到 要排吻息的时候 两人竟然 纷纷害羞了起来 如果没有上述的 种种行为 仅仅是两个年轻演员 要完成职场戏 害羞肯定是正常的 因此 他们的这波操作 才会显得很有意思 在夏天的夜晚 吴蕾和赵洛斯 站在高潭上 看烟花 对视 同时对镜比叶 那种默契和甜度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 那一刻 真的让人难以分辨 他们究竟是 领不一合成烧伤 还是吴蕾和赵洛斯 更好意思的是 一向情商破高的吴蕾 竟然在和赵洛斯 连迈直播的时候 雨散了 为了半天 才堵出了一句话 你吃了吗 这种情况 发生在 统行出道的吴蕾神 不应该呀 本来看看二堂的性格 结果在喜欢的人面前 硬是说不全一句话 三十地理的处境 像极了这种情况 当然了 他们最终能否在一起 或者已经在一起了 都是明星的私人问题 我们就不参与和揣摩了 反正他们俩也很般配 在一起是众望所归 而做好朋友 也是一件普通的美事 想必对于吴蕾和赵洛斯来说 现在都不是考虑感情的时候 毕竟双方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尤其是赵洛斯 凭借着几部成功的作品 总算是打开了观众市场 现在正是站稳脚跟的好机会 应该不会白白浪费 吴蕾虽然出道很多年了 但成年之后的他 依然给观众的太少印象了 很多人还停留在小朋友的阶段 如果不努力转钱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逐渐淡忘 从最近的几部作品来看 吴蕾确实已经长大了 他不仅拥有年轻人的魂力 同时也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 跟正描红的吴蕾未来可亲 所以无路可导致的ACP 你可了吗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哦